再来镜头到瑞水乡 瑞水乡长城静光在疫情期间 率领公所团队争取推动乡内建设总经费是高达了3亿多元 而随着年关将近包括了活葬炉采购 瑞美运动公园改善 以及各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计划进度 成为了今天上午多位代表们的咨询焦点 瑞水乡代会关注地方建设 肯定乡长在疫情期间率领公所团队 今年度争取获得将近3亿多元的建设计划经费来建设瑞水乡 然而包括了活葬炉采购 瑞美运动公园改善 以及各部落聚会所新建计划工程 向代表林玉芬在咨询警报中 逐一罗列公布追问工程执行进度 时间上已经是可以的 那就要加油 我们很担心11月中旬 然后在哪里 看不到11月底 还有一个月 最好是能够有决标 面对乡代表们的关切质询 除了由建设课长杜复员来说明完工的建设案 另外争取了下半年度才核定的活葬炉采购案 瑞美运动公园改善 以及各部落聚会所新建工程计划 乡长陈敬光无奈说明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要跟代表报告 因为我们以前都没有经过建案的部分 那这次建案应该是建筑师要全部做好 但是我们县府有一个制度 会有被现场报告 因为它所有的建案全部委托给建筑师工会去审查 那我们很多的公园审查都是去了回来缺点 我们改了又换两个建筑师 改了没有问题了 又有新的问题 又回来光这样跑了四个月 所以我特别跟县长建议说 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来做一个检讨 获林县争对了建管部分 委员花莲建筑师工会审查的制度 严格把关县内各项公共工程建筑品质 乡长陈敬光绝对支持肯定 但也期盼在审查作业流程上能够更加精准流畅 避免延误到地方上的建设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